小菜一碟,我是小韩 成功人士早上不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回想错误 一早醒来就懊悔过去的失败或者是错误的决策 不但浪费时间,也会影响一整天的情绪 成功人士每一天醒来 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在当天的任务和目标 不会花时间检讨跟伤心 所以啊,所有事情应该在检讨之后就放下吸取教训 不再沉溺于其中 把它化作前进的力量 更实在 第三,到处救火 早上醒来应该要关注和处理的事 永远是自己的事 其他包括了排解纠纷 收别人的烂摊子 解决他人的困难等等 就等到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再处理吧 因为照顾别人之前应该先把自己处理好 这一点想必很多上班族都很有共鸣吧 毕竟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不怕神对手,只怕猪队友 帮不了自己还要帮同事收拾烂摊子 帮是可以帮 但是不要一大早就忙着救火 这一点记得要远离哦